在亞絲的路途上比較有信心一些 那在準備聽力考試的時候 亞絲的聽力有分成四大題 第一大題跟第二大題是比較簡單的 那第三大題、第四大題會比較有挑戰性 那在聽力的準備的時候呢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日常的積累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由於亞絲他會模擬說你在國外生活的實際狀況 所以他其實也會去請不同口音的人 來錄製考試的題目 那這部分就對於說 如果你只熟悉美式口音的人 會是比較不有利的啦 那我選擇帶人語語的時候 是因為我在帶人語道老師 其實他是一位英國級的老師 所以他其實上課的時候呢 都是會用純正的英國口音 來跟我們做交流 那也整理了很多認識技巧 所以在幫助了我很大 那如果說是在平時的培養聽力能力的時候呢 我會蠻推薦就是可以在看美劇 或者是看新聞的時候 去仔細聽他們的用字和用法 那如果發覺這個是你比較不熟悉的用字 用法之後呢 就可以趕快把它抄下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提升一個單調非常好的方法 那說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說的部分是蠻難準備的 那這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做講解 第一個部分我會覺得是其實還是離不開個人的積累 那第二部分還是會需要老師的一些重點的提點 像是如果說不是母語者的話 其實在台灣的環境 學生比較少有機會可以真的自己來說英語 而且如果這樣子的環境下 其實大家會對這個語言的敏感度不是那麼的夠 所以平時的日常積累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在練習口說的時候 我也會把自己的聲音錄下來 然後自己去檢驗說 我在講的時候 是不是有語速過快 或者是哪一些口音發音很含糊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我覺得其實口說難的部分在於 除了你能夠跟對方流暢溝通之外 你還要讓對方認為你的英文程度是好的 這樣才可以給你一個比較漂亮的分數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是體現在你的用字的選擇上面 如果你可以選擇一個比較精準 然後很漂亮的用字的時候 不論在流暢度或者是內容上面都是一個很大的加分 那所以我覺得帶來的老師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資源 因為我可以在平時日常的時候 我學到新的片語或用字的時候 我會試著在上課的練習過程中把它用出來 那老師這個時候就會給我回饋說 這樣子的用字是不是恰當的 或者是適不適合更漂亮的用字 那經由這樣子反覆練習的過程 我覺得可以在短的時間內 就是蠻快提升我自己的口求能力 那也可以學習到比較道義的英文 那讀的部分我覺得讀會是台灣學生比較熟悉的東西 但是它也不可以太過清晰 因為你要好好把握這部分的分數 你overall的分數才會是好看的 那其實雅思的考法比起托福來說又有活許多 因為除了單選多選之外 它還甚至有填充甚至連連看之類的 這樣子比較活的提醒 所以如果你只熟悉單選多選的話 其實是比較不夠不有利的 那老師在代語的時候 都會針對不同的提醒去做一些重點的講解 然後也會講一些核心的閱讀技巧 那有些閱讀技巧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在我解題的速度上面都提升非常多 那其實我覺得閱讀 除了有這些閱讀技巧之外 你平時養成你的閱讀習慣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會蠻推薦BBC或是Time的網站 都是非常好的學習資源 如果你平常能夠養成這樣子閱讀習慣的話 其實你在考試的當下 遇到那種長篇或比較複雜的文章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緊張 然後沉得下戲可以把它看完 那寫的部分 雅思的寫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深論題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部分是圖表分析題 那這部分也是我自己比較大的弱點 那我當初會選擇來雅思的原因也是因為 圖表分析題它要求的是 你用比較靈性或是客觀的文字 來對於一個題目給的資訊來做分析 那所以其實你個人過度的議測 或是一些心得其實是不被允許的 如果你以前沒有接觸過類似的寫作的要求的時候 其實你會蠻不知道該如何下 那老師在代理的時候 老師會針對不同題型的圖表分析題來做講解 然後也會跟我們講說 怎麼樣的寫作結構比較清晰 那這樣經過來回過程的修改之後 你也會比較能夠發展出一套屬於你自己的寫作結構 然後也是你自己能夠吸收的 那第二部分的深論題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討厭單字量的一個部分 但是這部分的話老師其實也是可以 我們如果經由在上代理閱讀課的時候 老師會補充許多非常漂亮或是非常精準的單字 那在這部分如果你可以用出來 然後跟老師在反復求改的話 其實也可以很快提升你的寫作能力 如果想跟我一樣獲得雅值八分的話 我推薦代理美語 Cur餅